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野村哲郎8月31日 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提问时 把福岛第一核电站向海洋排放的水称作核污染水 据日本媒体报道 当时有记者问他 他与首相谈论了什么事 野村哲郎回答说 他们进行了信息交流 我们对核污染水排放后的评估交换了信息 鉴于核污染水在日本的敏感程度 野村的用词被日本各大媒体捕捉到 并引发轩然大破 特别是此事还牵扯到了首相 野村是刚刚在首相官邸与岸田首相 就像受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影响的 渔业相关者提供援助等进行了商议 就说出了这些话 他是不慎露嘴说出了真话 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如果这个词没有出现在他脑海里 他就不会犯这个口误 当然 日本媒体是不承认核污染水这种说法的 错误的只能是野村者狼 被称为无能 麻木不仁和不负责任的野村大臣 现在说核除离水是核污染水 遭到首相的强烈反对 日本Flash周刊网站报道称 首相岸田文雄大发雷体 在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相关问题时 岸田说 我对你提到的言论感到遗憾 我已经向野村大臣发出了指示要求全面道歉并撤回这些言论 Flash周刊的记者说 从岸田强硬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愤怒程度 岸田首相对野村再次失言的愤怒达到了高潮 尽管是他任命了野村 受到压力后野村31号晚在农林水产省道歉称 关于口误一事表示道歉并收回 给相关人士造成不快非常抱歉 野村还表示 他会尽其所能确保能够制定令渔业相关人员感到满意的应变措施 但否认辞职 日本舆论对野村的不满已经不是第一次 日本媒体称 他在8月25号内阁会议后记者会上表示 对于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感到非常诧异 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当时媒体就评论称 当他说这话时 就像此事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根本不像一个主管大臣说出的话 让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许多批评者称 岸田文雄任命的内阁大臣总是非常无能 麻木不仁 不负责任 岸田和一些日本媒体生气 是因为日本因为排放福岛核污染水入海 引发周边争议 日本正拼命宣传他的核处理水的说法 他的主管部门的大臣 却在这个关键时刻说是核污染水 势必让相关争论更加激烈 这两天 一些日本媒体不得不再次解释 所谓的核处理水和核污染水是不同的东西 但他们发现 核处理水的说法并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比如在福岛县新地亭的海钓公园举行的一场福岛暑假海钓比赛 有媒体就采访参与者是否可以解释什么是核处理水 结果发现很多人说很难解释 还有受访者只能笼统地说 简而言之就是符合安全释放标准的水 该媒体只得再次重申官方论调 在福岛核电站每天产生的用于冷却融化核燃料碎片的水 以及流入的雨水和地下水是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污染水 而将这些受污染的水通过称为ALPS的净化设施 并去除大部分放射性物质后 剩下的就是处理水 但这样的解释并无法消除争议